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海默德是导演达顿兄弟的最新作品 再讲13岁的少年在信仰当中迷失 人生正要起步的时候却从此变调 最后一部是超人气动物园 一家即将要停业的动物园 起死回生的妙计竟然是 让职员一起来扮成动物 哇 这招有没有用呢 介绍新片之前新来聊哪一个明星呢 他拥有勇猛的肌肉 还顶着一颗大光头 发电的瓦数不得了 他成为动作片的续集天王 赛车电影让他赚宝宝 不管是战警还是保姆的角色 片名加上限制级 就好像成为他的关键字 想知道是谁吗 赶快进来 肺夫电力公司 还在担心缺电危机吗 肺夫电力公司 给您最劲爆的电影大小事 好 今天要跟肺夫一起揭开明星 神秘面商的视频人佛罗拉德 哈罗拉德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阿德 好莱坞的光头很多 光头不是不能够演爱情文艺片 但是就是拼不过那些花美男 没有办法谈情说爱 可是生命总是会找到出路的 就来动作片这个舞台吧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冯迪索的明星魅力 冯迪索是一个肌肉型的动作明星 大家都看起来很羡慕 但是其实我查了一下 才发现他已经高龄52岁了 为什么要让五十几岁的人还要来当动作明星 其实也是有点辛苦了 不过冯迪索也是因此找到自己的路 因为其实他本来身材就是蛮平凡的 可是后来他觉得好像要在好莱坞杀出雪路 那他可以走动作明星的这条路 没错 因为其实他刚开始是想当文青的 想当文青喔 对对对 光头的文青吗 是啊 因为当初他本来就是对这方面 电影方面非常有兴趣 对 然后他后来就是曾经有加入一些演艺工作 他好不容易被选上 例如他在《睡人》这部电影 这电影台偶尔还会重播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你绝对看不到冯迪索 他有演吗 对因为罗宾威廉斯跟劳伯迪伊诺主演 那他当时被甄选上 他应该很高兴 也演了可惜 后来导演把他的戏份都剪挂 好可怜喔 对然后他就很难过 后来他就想说算了 哎当这种那个 而且他当初为了要加入演艺界 大家知道你就像他越来越爱你那样 那种还没有出头的小鱼 你都一直去试镜 所以都不能找那种非常固定的工作 那他曾经就是当保镖 就是在夜店门口当保镖 但是没关系啊 经过那么多波折 他现在还是成名了 哎讲到他的家庭 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 他的妈妈蛮妙的 是一个占星家 也不知道有没有预测到自己的小孩 最后会变成好莱坞的动作片天王 他没有这么说 他没有预测 对对对 那因为他的继父 他妈妈后来跟他的继父 他是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孙父 对 这也是蛮奇怪 然后他的继父呢 是在剧场工作 然后是一个管理员 所以他小时候 常常跟他双胞胎的哥哥 他双胞胎的哥哥也叫保罗 真的人生非常的妙 然后他放学 就会去那个剧场玩 然后后来他青少年的时候 就在剧场打工 所以呢 事实上呢 他对剧场是非常有兴趣 然后我们刚刚说到 他在睡人被剪掉 他本来想要放弃演艺工作 回到纽约 遇到博乐了吗 没有他那时候就自己写了一个剧本 然后才花了三天的时间 写完这个剧本 后来又因为没有钱 就拍成一个短片 对 他花了三千美元拍完 然后后来这个三千美元 居然被史蒂芬史毕博看到 然后史毕博就觉得 诶这个年轻人不错 那时候冯迪索还是属于文青年代 对 然后1998年的时候 他开拍了抢救雷恩大兵 然后他就有机会跟汤姆汉克斯 麦特戴蒙一起合作 但是一个小小小小的配角 但是也是个大堆头里面的一个小角色 对 那么后来他在科幻片《星际传奇》呢 担任男主角 直到这一部电影 《玩命关头》啊非常重要 因为里面不仅有赛车的刺激的场面 还有朋友之间的义气的相挺啊 也成为当年投资报酬率最高的电影 他也奠定了自己的巨星的地位 对 而且这时候他就是以光头猛男的形象出现 对 可是很奇怪 人家不是说光不光头 都是基因基因决定 他的哥哥 双胞胎哥哥 保罗 头发还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他却是个光头 那所以这个科幻动作片 后来就成为他的招牌 没错 那雷迪克这个角色放荡不羁啊 也让很多人就还蛮欣赏他的 配合他的肌肉男形象 对 对 除了《玩命关头》系列呢 他后来也演出了《限制级战警》 这个战警 这个特务啊 不像像007一样 他非常的喜欢极限运动 然后呢有冒险的精神 就创造新一代特务英雄的形象 而且限制级成为冯迪索的专属的片名 在台湾的专属片 很多都限制级还有限制级保姆 限制级保姆 限制级保姆是怎么回事啊 这样听起来很恐怖耶 对 人家讲说限制级保姆是怎样 A的保姆吗 对啊 可是其实不是 他就是有点走那种 以前是席维石头龙吗 还是怎样 他们就是 你就是这种肌肉男 然后是警察 然后 莫名其妙的 必须要去当那个保姆 制造一些反差的效果 对对对 可是啊 事实上冯迪索个人呢 是像那个限制级战警 就是喜欢极限运动的一个战警 那事实上他本人小时候就开始跳霹雳舞 所以他也很喜欢极限运动 那这跟一般的警察就有点差别了 所以是他除了唐老大 就是玩命关头唐老大之外 最被观众喜欢的角色 另外一个经典的角色 那接下来他有帮这个漫威英雄来配音 就是星际特工队里面 可是我觉得蛮好赚的 因为他台词永远只有那一句 对对对 Groot 好棒喔 就是讲讲几个字 然后而且他后来都不用配啊 就一直repeat就好了 但是必须要搭配不同的情境 不同的环境 然后那个口音会稍微做调整 但是台词终于就是那一句啦 对啊对啊 这是史上最好赚的演员 有台词的演员 那不过冯迪索是一个 蛮聪明的光头啦 那虽然他以前当过电话销售员 也也卖过灯泡 也当过夜店保镖 但他很懂得替自己争取权益 2002年的限制级战警的时候 他就已经跟电影公司谈成 他要担任制片 然后他除了他自己的高昂片酬之外 他还可以有票房分红 所以呢 他的收入会比一般的演员还多 非常有生意头脑啦 对对对对 不过他也因为对于 《玩命关头》等等系列的电影 因为他都制片嘛 所以他插手很多 因此也跟另外一个肌肉猛男 巨石强身在合作之后 两人闹不合 对所以呢 就是还就是 就看以后还有没有人可以出大笔的钱 让他们继续和好来拍片 尽管大家认为他的光头的造型印象深刻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长了头发的冯迪索呢 他在猎屋行动大灭绝里面 好像有这个编法还留了胡子 成为这个女巫猎人 那么当然他也有演出李安大导演的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对因为我们刚好说 其实他是个文青啦 而且1997年他还拍了长片 参加了文青参加的影展 日舞影展 还得到评审团的肯定 可是票房太差 从此以后他就走上商业巨星的路 但他的内心还是有一个文青 所以呢 他也是抽空的去拍了李安的电影 对因为他很欣赏李安 即使他只是一个小角色 而且很早就领便当 他也愿意去嘎一脚 OK好这个礼拜 其实有他的新片《血胃》 里面是在讲呢 一个士兵被注入奈米活性血液 哇这个奈米呢 真的是非常威力强大 就成为血胃 这个血液当中呢 含有11个奈米细胞 能够让他的伤口呢 迅速的愈合 可是他的记忆被抹除掉了 也变成说呢 他要去找寻自己 一个真实的一个身份啊 这是这个礼拜 他的最新的一个电影 对 而且要进行复仇 那大家会觉得 哎这个梗好像都蛮类似的 其实是美国队长也是类似这种 那但是这就是根据漫画改编的啦 那是不是会成为冯迪索的另外一个系列的开始 大家要等着看 而且再过几个月 完命关头9又要上映了 冯迪索今年呢 是一个非常热热闹的一年 对 我觉得真的耶 一个明星呢 你只要挑到一个角色 适合你的话 真的可以赚饱饱 这个完命关头的唐老大 就让他成为这个好莱坞的动作片的续集天王 也加上这个赛车 当时是引起全世界的潮流 好 那这个礼拜还有其他哪些新片呢 相信呢 这位美国的阿公导演 那这次呢 他又端出了一个真实英雄改编的故事 我们待会来介绍 店小二电影套餐怎么卖 只要你是隐君级 免费交代都可以 当店小二碰到隐君子 电影情报全部service 好 现在疫情相当的严峻了 大家不敢上戏院去看电影 但是没关系 赶快来到 店小二肺夫近的电影餐馆 可是在开张之前呢 还是来宣传一下 如果想要加入肺夫的粉丝团 非常简单 只要在脸书上面搜寻中港主播 曾武卿按个赞加入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 请到跟我讲厨的来宾 是影评人弗拉德 我们先来介绍 第一部的新片是 理查诸威尔事件 这是由美国的导演 克林斯威特指导 是改编1996年的 亚特兰大爆炸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实在讲 如果说当这个事实被掩盖的时候 然后不时的报导 诶 竟然被当成一个真相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 去证明自己的清白 要怎么样追求正义 阿德先来讲一下 这起事件 当时造成的震撼是什么呢 这时候 其实我怎么 对这件事没印象 有有有 我觉得我那时候好像新闻 呃 因为年代久远 年代久远 就是1996年的时候 美国的亚特兰大 在举办奥运 然后有一连串的活动 然后没想到奥运去啊 还有场外的音乐会 然后那时候邀请了一些 美国的一些歌手 人应该不少吧 演唱会 人应该蛮多的 他并不是发生在运动场上 对 是在那种演唱会 就是公园的演唱会 然后因为他们弄了一个那个 奥林匹克百年公园 然后于是很多人在那边听 免费的演唱会 对 这是奥运相关的演唱会 对 那所以呢这个 其实他是前面 因为克林伊斯威特导演 大家都知道他80几岁 他现在擅长用那种 缓慢 然后慢慢的那种 导演手法 让你进入了这个 看似就是有点胖胖的 然后好像有点不如意 那因为奥运需要非常多 相关的人员 然后他 那他才跑来这边当一个 都是类似保全 保全人员 对对对 你说理查朱威尔 他是一个保全人员 对对对 然后是因为奥运需要很多 这些相关的人 他才进来做保全人员的 那他之前 我们从一些 那些剧情的发展来知道 哦原来他以前曾经当过警察 但是因为他曾经有一些 比较那个夸张的行为 于是呢 就没有再当警察了 哦 那他一时还是想要当一个 人民保姆 对 所以这次有机会 因为奥运要需要很多人 所以他又来应征保全 那所以他就想说 要在这边好好的表现 哦那这样的故事喔 就是说他发生在一个小人物的身上 那为什么他会发现这个炸弹啊 因为其实他的剧情其实有描述 因为你知道那个演唱会听的人非常的多 然后大时候大时候奥运你的这个维安规格 是要加强 然后当时也有个FBI的这个探员 他就是就是乔庄平民 在演唱会里面跟着大家听 那就是大家熟悉的乔汉姆 那他也在现场 然后可是后来 诶那个他就在那边走来走去 他就发现有一个背包放在这个椅子上 不太对劲 但是没有人拿 然后他就觉得说 因为之前训练 他以前当过警察 也有训练说 恐怖分子常常会把炸弹放在背包里 然后他就觉得要小心 然后他就跟上面乘报 他就立刻往上报 对对对 然后上面的人 然后赶快叫那些听演唱会 因为怕他们惊慌 也怕说那个背包只是人家忘记流浪 所以因为他及时的报警 然后接下来疏散群众 没有还没有疏散 因为不确定是不是 因为他们上面 但是他发现了他通报了 对他通报 他们就叫群众往前 就是往舞台前面集中 对那后面我们先来处理 确定是不是 不是的话 就如果是的话就 就这样这样子就是OK 那如果不是的话 不是虚惊异常 对那演唱会就中断 这样子会被骂 就不要引起恐慌 但是又要去解决 那最后证实是 证实是 然后但是已经有点来不及 因为被引爆 所以那个 而且最重要的是 当地的警察局 有接到人家打电话来说 我在百年公园里放个炸弹 已经有接到恐吓电话了 对对对 30分钟后就会爆炸 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诶那这样子你看 还是有去及时的处理 也就是说他就变成一个英雄人物 对因为死伤就变得 控制住了 对就是大家很多大部分的人都受了轻伤 因为他已经叫大家往舞台前面集中 对然后不会都靠到后面这个区块 所以呢就是 就是那时候就被媒体爆说 哇他是英雄 因为是他第一个发现炸弹的 然后可是这样子 这样的英雄的机会没有过多久 才几天之后 那这个FBI的探员 居然就跟当地的记者奥利维亚维尔德 对那奥利维亚就赶快跟他说 哎快点快点告诉我 有没有什么嫌疑犯 或你们有注意到什么人可能是这个 然后乔汉姆就觉得说 哎你记不记得他就说 哎美国境内真的有这样的人 像有一个消防队员 他为了想要成为英雄 他居然自己中火 然后再跑去救火 然后被大家当成英雄 可是那果实际是他放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是这个保全 他自己把那个炸弹放在那边 那不是从英雄变成狗熊了吗 对对对 他竟然是嫌疑犯啊 现在FBI因为受到很大的压力 对 全国的人都说 你快给我找出来这凶丑是谁 然后他就觉得说 哎他很符合 哎就是一些心理学家说的 就是一个庸庸碌碌的白人中年男子 长得又不怎么样 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呢 觉得自己不会肯定 所以不能当英雄 就制造机会让自己成为英雄 而且是不是还拿他之前的一些 比方说记录 或者说他的性格问题 对 就是符合这个嫌疑犯的特征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他就 然后奥利维尔维尔德 就赶快把这个独家新闻放出去 哇 所谓的英雄其实是嫌犯 那就是媒体杀人啊 那后来整个风向就改变了 那也是FBI放话给他的 所以大家就开始怀疑说 本来是英雄人物 但是现在呢 你却是个嫌疑犯 对于是他跟妈妈住的 就是他母亲就是奥斯卡 以后凯西被之所誓言 然后母亲就 他们的生活就 哇外面全部都是转播车 然后一直访问他们 一直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怎样怎样 然后他们的生活 就受到极大的骚扰 那怎么办 他可以找到哪一个帮手 来帮他证明自己的清白啊 对还好的是 他以前曾经在很多年前的时候 曾经在一个律师事务所里面 当律师事务所 不是很多文件跟信件 对 然后他们要分送到每个律师 然后那事务所很大 里面可能有二十几个 二三十个律师 他就是要把那文件 跟信件送去给他们 整理文件的人是不是 不是 就是文件来了 人家分类好 他就要送信员一样 因为那事务所很大 他要一个一个都推着车子 把A律师的 B律师的信件交给他们 然后因此他认识了 当时才出出茅庐的 三姆洛克威尔所饰演的这个律师 可是这个律师 他算是王牌律师吗 他的辩护的策略是什么 没有他没有很王牌 后来他受不了那种大型律师事务所 他自己开了一家 其实没什么生意 然后这时候 因为遇到这件事情 男主角这个理查朱威尔 就找了他 因为他觉得以前 他觉得三姆洛克威尔 不像一般的那些律师 就看起来很臭屁 对 对 然后就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帮忙我 对 然后那个律师来了以后 就发现FBI非常的过分 就没有律师的情况之下 居然就征讯他 而且呢 还逼迫他签一些文件 是 对 然后所以他就跳出来 而且他后来就发现说 对呀 那时候的确 911有接到 那个 那个恐怖分子打来的电话 对 说我在那放炸弹了 30分钟后就爆 然后那个 那个时间 那时候 哎 这个理查他正在场内 在巡逻 对 他不可能距离 后来他们有查到那个电话 发话的公共电话的位置 他从那个地方 跑到那个地方 根本就不可能 但是这样的说法 能够得到大家的财信吗 我是说现在的一个 没有没有 律师他真正的去走 他去走 他从那个理查 在那个公园的位置 到那个打电话的 那个公共电话的位置 他说根本就不可能 因为现场有很多人看到 理查在现场的情形 对 那他不可能在那个地方 他又长那么胖 他最好是奥运选手 他可以跑到那边去 更也不可能 就是计算那个时间 根本就不对 对 然后但是FBI就说 他有共犯 是 对之类 反正FBI就是 你知道有时候警方在 就咬死你 就是你干的嘛 警方在破案的压力之下 对 有时候会造成冤狱 就是这样 而且不管是 用打的方式 用行求逼供的方式 就逼你认罪嘛 或者说把你栽赃给你 对对对 因为他们想要解除自己的压力 于是呢 当然这部电影就是在描述 他怎么样 从是英雄 然后后来被当拱熊 然后在这88天内 然后就是冤情就是 要怎么样洗刷 而且也有讲到FBI后来就是 找不到真正的证据嘛 然后FBI就说 我要去你们家搜索 然后 就到他家里去搜索 搜索也就算了 他搜索到一种很瞎的程度 他妈妈都说 为什么要拿一个老太太的内衣呢 连我的内衣都要带回去检验 究竟是怎么回事 然后连他们家的保鲜盒 那个FBI都当成政务 然后全部搜刮回去 所以你看看小人物 这种平凡的老百姓呢 在面对这种司法的一个压迫的时候 其实是遭受到非常不公平的对待 那么这个电影呢 是金奖大导演克林斯威特 他第38部的电影 也是他近年来的第五度挑战 这种真实英雄故事的改编电影 我觉得美国人真的非常喜欢克林斯威特 我觉得虽然说他这个从演员 然后当上了导演 现在年纪也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美国人蛮爱他的 而且像这样的一部电影 就是我们透过这电影才知道说 还好他有认识这样的律师 然后帮他 然后不然他可能真的就被栽赃了 那当然这部片很精彩的就是 也有荣获今年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的凯西贝兹 对我正要问凯西贝兹 对他在里面就有一个得奖场 就是帮他写了一个剧本 其实也不是啊 就事实上真的是这样 后来FBI呢 就一直找他麻烦 可是连他们家他妈妈的内衣都收去检验 还是找不到任何证据 结果可是他们也不澄清喔 结果让他们就一直被邻居 还有被所有的人误会 只是点点啊 对对对 结果后来他妈妈就只好 律师就给他妈妈下了一招 就他们就召开了一个公开的记者会 公开呼吁克伦顿总统 他妈妈就声泪俱下说 如果总统你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我儿子真的有罪 你就抓入他 如果他没罪 请赶快请FBI给他成绩 就是这一段独白演出 让他入围的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 好我们最后来帮这个 理查诸威尔事件一个电影指数吧 你要给他什么样的电影指数呢 英雄差点变成恐怖分子四颗星 还好最后证明他的清白喔 这一半还有哪些芯片呢 我们待会继续介绍 不要错过咯 欢迎回到电影教授上演 我是节目主持人 中广主播曾武清 今天跟我一起聊电影呢 还有影评人佛拉德 接下来介绍新片《悲惨世界》 可沙德这个悲惨世界 会让大家联想到 就是那个大文豪 雨果的悲惨世界有关系吗 说有关系也有关系 说没关系也没关系 那应该是说 其实取名叫悲惨世界 也有点像帮 就是对雨果致敬 对 那片中其实也有点关系 因为呢 这故事发生的场景 就是在 就是那个社区 就是以雨果的那个来命名 就叫呼狗 你是说就雨果当年在这个地方 就写下那个悲惨世界 然后就跟他稍微呼应一下 对对我是不知道 是不是雨果是在这写 但是这个社区 就像我们很多社区 会叫川普 对 然后他这个社区就叫做呼狗 就是雨果 对 然后是以这个命名 然后这个社区呢 其实是应该是法国政府建的 类似那种社会住宅 社会住宅 对对对 但他那个社会住宅 其实环境外面看起来很不错 就是可能有十几二十栋 对 然后呢都是有电梯的 然后就是给那些 比较低收入或怎么样的 大部分这个社区呢 是其中是非裔的移民的后代 那这样子的话 龙蛇杂虫啊 会不会有一些这个问题 包括这个对立啊 包括这帮派犯罪啊 这个社区有状况吗 有啊都有 都有啊 所以呢因为呢 而且他又叫做雨果社区 对就是 然后雨果又写了悲惨世界 然后导演呢 这位法国导演拉德利 他是第一次指导电影 然后就有这么出色的成果 虽然他在去年的坎城影展呢 就是输给了寄生上流 只拿到了评审团大奖 哇遇到强敌啦 对然后再来 今年他们又进入第二轮的竞赛 他有他因为法国就选了这部电影 参加奥斯卡国际电影 是 对的竞赛他有入围 但是最后也是输给寄生上流 寄生于何生亮的一个感叹 对对对对对 那可是呢 其实导演呢 拉德利这一次第一次指导 就有这么精彩的这种成绩啊 这部电影真的也非常值得一看 也跟警察的故事有关吗 对其实他就是在讲这个贫困的 就是这群社区里面 其实他们里面也有公园 然后也有小孩玩的地方 其实你不看到那些出现的人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社区 居住品质还不错 该有的都有 对因为这是政府建造给这些 就是需要的民众的社会住宅 是 那而且他们都是一栋一栋 然后再形成一个大社区 对 然后这边就是讲有三个警察 然后有两个 一个是白人 一个是小组长 然后另外一个 他是弃毒组的 对小组长 然后为什么他天天要来这里巡逻 因为这里有很多毒品的贩卖 他怀疑这边可能有人在卖毒啊 不是怀疑 他已经找到证据了是不是 本来就有 没有啊他每天都来这里巡逻 因为总是会抓到一些 所以现在要去抓人就对了 没有啦 他平常就来这边巡逻 有就抓啊 有就抓 对然后另外一个常常跟他搭档 是一个同样是非裔的 这个警察 那他自己对于这种种族的一个 会不会有种族歧视的一个偏见 应该是说 我觉得那个白人警察倒不是 而是因为这里本来就是一个犯罪的冤手 对 例如他开车经过 就是那个旁边的公车站 然后有几个黑人女生在等公车 然后呢 都女学生 然后他就走过去 他就把他手指抓过来说 你身上是不是有毒品 那这样就很夸张啊 没有没有 因为他的手指上真的有大麻的味道啊 他是真的闻到 对啊 真的闻到 他就把他的手指来闻你 就是有大麻的味道 你把毒品交出来 然后那个女的就说不要 然后旁边的女生就开始录影 说你不可以啊 你不可以随便搜查我们 可是事实上他们就有啊 嗯 然后他就讲说你不能随 你没有证据 你不能随便搜查我们 对 然后白人警察 另外另外来了一个新的白人警察 他以前是在大城市里面 然后但是 因为他跟老婆离婚 然后老婆也是警察 申请调到这个社区 调到这一个区域里 然后他 他只能就被调到弃毒组 因为只有弃毒组需要人 对 因为大家都不想带弃毒组 嗯 然后他只好他以前可能是 办别的案子的情景 所以他只好调到这个弃毒组 因为他想要跟儿子住的近一点 因为监护权是归于老婆 所以跟随老鸟 进去这个社区里面就对了 对对对 他就第一次 那个冲突点到底是什么 最后引擎发这个冲突点 其实这个故事只发生在两天内 对 那他们第一天就是 也不是菜鸟 就是这个第一次到弃毒组的 这个新的警察 就跟这两个警察一起去巡逻 然后这两个老鸟就告诉他 我告诉你这个社区就是一个犯罪的冤手 里面有非常多人在贩毒 然后我带你去看看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人是叫市长 然后他说 那个市长的弟弟是一个市长 然后在公园里面晃来晃去 然后市长 原来他说市长是黑衣人吗 当然不是 那是号称他是这个社区的地下社长 是地下市长 然后呢就是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这故事的爆点就是 在他们在这个新的警察 在这边巡逻的时候 然后就会看到一些很光怪陆里的现象 例如有吉普赛人就带了一堆人 拿了那个 那样报复的工具 然后来很凶的来找这个地下市长 说我的小狮子不见了 因为吉普赛人在这附近 他们来驻扎 然后一个马戏团 然后里面有狮子那些动物 结果就有人把狮子的小狮子偷走了 然后他说一定是你们这个黑人社区里面的人干 他听起来真的很乱耶 在里面 你不交出来的话 我就要来跟你们火拼 然后警察就要赶快解决这件事情啊 对 对啊 结果警察就开始找 然后年轻 那个新警察就说 这怎么找 这个社区那么大 有十几二十栋 你怎么知道是哪一个小孩 或哪个青少年 藏了一头狮子 是不是 小狮子 然后他就是像星巴那种小狮子 然后他就说 你放心吧 结果那个 那个企图组小组长就开始一直滑手机 原来他有这些小孩的FB跟IG 他说这些小孩呢 他们一定会忍不住炫耀 然后贴上跟小狮子的照片 然后他就一直找一直找 你知道那小孩有多少 他就一直找 结果就看到 哦果然有一个死小孩 就是他把小孩 他跑去吉普赛人的那个马戏团 把小狮子偷走 他居然还跟小狮子合照 还放上IG 就找到了 科技办案 对不对 然后他就赶快要去追那个小孩子 要把狮子拿回来还给吉普赛人 不然吉普赛人又跑来跟黑人火拼 对 就会形成治安的问题 嗯 然后没想到在追那小孩子的时候 又有其他小孩子说 你干嘛抓他 怎样怎样 然后那个小孩子又死说 我没有 可是他明明就有在IG上 跟小狮子合照 然后这时候又有另外一个黑人少年 他就是每天用空拍机 对 然后就空拍机 就在那社区到处乱拍 到处玩 因为他到处拍 没有 因为他长得很矮小 没有女生会喜欢他 但他青春期 他就把空拍机到那个人家的窗边 然后拍那些 好奇是不是 那些青少年的姐姐 穿得很少在脱衣服或什么 然后他本来正在偷拍这些 结果没想到一不小心拍到了 警察跟那些小孩冲突 然后 而且中间擦枪走火 然后那个塑胶子弹 喷出去 是 对 然后这个影片如果被放上网上 你知道一定会引起黑白的冲突 因为可能会觉得警方为什么 要那么执法要那么激烈 然后有没有过当的行为 对对对 而且会认为说是白人欺负黑人 哇 然后黑人就会那个 然后所以警察又要在很短的时间内 要抓到那个空拍机的小孩 OK 然后又要解决这样子的危机 所以就是在两天内发生的 然后最后最恐怖的是 这些小孩就是社区里面 大概有三四十个四五十个小孩 跟青少年他们联合去攻击警察 然后我觉得最后一幕真是惊心动作 哇 感觉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这种街头运动 好 我们最后要给这个悲惨世界一个电影指数了 小孩们对抗条子大战四颗星 其实讲到这个导演拉德利 他被誉为是法国的史派克里 那讲到史派克里 大家就会想到他的一些作品 那么这次他拍出的悲惨世界 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支持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另外一部新片是 少年阿海默德 好这个他的导演也是非常的有名 就是比利时的达顿兄弟 也是相当知名的一个导演的兄弟党 里面是在讲十三岁的这个少年 他对于他信仰的伊斯兰教 非常非常的认真 非常虔诚 可是好像他的思想也变得比较偏激 结果竟然是要去杀害女老师 为什么会走偏 对啊 其实呢 虽然说儿童跟青少年是未来世界的希望 但是看了刚刚的悲惨世界 那个也是伊斯兰的社区 然后那些失控的儿童跟青少年 然后再来看看这一部 也是一个伊斯兰的年轻人 然后他其实他是在父母很早就在比利时 所以他其实在比利时长大 可是他却因为就像他妈妈说的之前呢 他一个月前还是天天打电动 然后他妈妈还要一直骂他说赶快写功课 就可以买小孩没有两样 对可是呢就是在一个月内 他就是非常就是受到了伊玛木 伊玛木所谓的伊玛木就可能类似像 那个基督教社区或什么有会有牧师 比较激进的是不是 就是他是回教的一个小领袖 对叫做伊玛木 就是类似可能是牧师啊 神父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他就是一直跑去找这个伊玛木 然后伊玛木就一直叫他读可兰经 然后就灌输他非常多的 比较偏激的理念 再加上这个13岁男孩 他的表哥也是被洗脑 然后表哥比较年长 然后表哥好像可能十几岁十八岁 然后表哥居然去当了圣战士 而且真的去引爆炸弹 然后最后牺牲 然后他们就一直歌颂这个表哥 然后还在网页上放他表哥的照片 其实现在在真实的世界 很多的欧洲就是有传出那种小孩子 他们就去吸收他嘛 然后呢就变成说他们就是加入一三国 真的变成圣战士 真的啊他就变表哥就是 而且我觉得达顿兄弟会 就是两度获得金钟驴奖的 达顿兄弟会选择这个题材 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之前像法国还有很多国 欧洲国家发生恐攻的事情的时候 最后警察抓到人的 这些人都躲在比利时 哦他算是一个伊斯兰国 一个温床啦 一个吸收这些小孩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然后这部电影呢 也在去年砍城影展跟悲惨世界 还有季生上流共着大奖 然后最后他得到了达顿兄弟得到最佳导演奖 输给了这个季生上流 对对对对 因为最大奖已经给季生上流 所以就把第二奖给了达顿兄弟 哇结果在砍城影展这几部片 厮杀激烈 没想到这个礼拜 又在本台湾又打了起来 然后季生上流又重新以黑白板在台湾上 他们又展开了第三度的决战 对对 然后但是这些电影 我觉得其实都真的蛮值得看的 那他们就是在讲这个13岁 看起来乌呆乌呆的年轻人 那他本来都是爱打电动 就是一般的比利时少年 可是受到了这些可兰金 还有这些邪恶的 某些邪恶的伊玛木的洗脑之后 他开始嫌弃了他的姐姐跟妈妈 他说你们都不带头巾 然后你们背叛回教 然后姐姐夏天穿的那种细肩袋在家里走 她说你是暴露 天哪 对对对就是很机车啦 然后再加上说其实 她为什么想要杀害老师 是因为老师也是 其实老师是一个很好的回教女性 因为老师她也是 她们跟应该也是很早就是移民来这里 老师也是受那种西方教育 然后所以老师就跟一般的西方女性一样 她本来也觉得老师很好 而且你知道这个少年她以前是阅读障碍 对 然后她很糟 然后那个老师是一个 老师因为她受了西方的教育 然后她的成绩很好 她就自愿来辅导社区里面的 这些回教的小孩 这么有爱心的一位女老师 对免得她们会变成像悲惨世界那些没人管的小孩 结果她现在走偏了 竟然要把她杀掉啊 因为老师一方面 老师她觉得说 阿拉伯文 就你们都是在这边长大 你学的可能是这是法语区 你都学法文 你的阿拉伯文都不够好 老师想说要提高大家兴趣 可是伊玛木却觉得说 只有用可兰经念可兰经上这个教会 然后念可兰经才能学习阿拉伯文 那老师认为说我要用比较活泼的方法 可能用唱歌 然后叫她们学阿拉伯文 等于说她整个人那个思想都已经偏激掉了 然后她整个都信仰都迷失掉了 然后就认为老师这样是叛教 所以呢她就要去杀老师 可是没成功 因为她很琢 她看到老师就跑去 然后老师比她高 老师就踹她一脚 所以呢 后来她就被送到了少年官护所 对然后在少年官护所里面呢 其实比利时的少年官护所很好 一人一尖 而且里面的人也很好 也没有什么霸凌 然后她看似好像悔改 她还说我想要见老师 我想要跟她说抱歉 可是没想到她每天在可兰经 在那边膜拜的时间 剩下她就在那个毯子下面 居然拿牙刷在那边磨尖刀 她想说哪天老师来的时候 我的妈呀 还又要刺杀老师 好恐怖喔 所以这个少年最后能不能 就是 这是我们看来这个片子 真的觉得很赶上 还好达顿兄弟还有手下留情 对 就是一个人生 刚好要起步的一个青少年 结果现在 信仰的关系 让她的生活变得掉 最后给少年阿海默德 一个电影指数吧 阿海默德 宗教狂热少年的迷失四颗星 好接下来我们介绍另外一部 还在院线当中的芯片呢 不要错过了 好欢迎回到电影开户上瘾 希望大家赶快加入肺腹的粉丝团 非常简单 只要在脸书上面搜寻中广主播 曾武清按个赞加入就可以了 好那么来介绍超人气动物园呢 我相信动物园呢 是很多的人家呢 小时候的一些共同的记忆 然后等你长大了 也会带这个小朋友一起去动物园 但是这一间的动物园 到底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啊 有人气吗 超人气动物园 是没人气 没人气 没有游客 为什么 对要从没人气变成超人气 中间的过程 那其实这个电影呢 也有提到这个韩国的财阀的问题 对 那就是描述一个实习律师 他因为没有背景 而且也不是韩国那三大 什么SKY的名校毕业的 于是呢 他进入了一个律师事务所 找不到好工作 他在一个律师 大型律师事务工作 听起来不错啊 没有没有 但是他只是实习律师 就是到了时间以后 我们可能不会录取你 而且不被录取的机会蛮大的 因为他并不是那种名校毕业的 对 那于是呢 他也非常担忧自己的未来 嗯 然后这时候呢 这一天就是 就是有机会 就是他的社长出来 结果呢 你知道韩国有很多抗议民众 就会到财阀 财团下面去抗议 对 那那他就那个社长就被群众包围 然后要被殴打 然后他就奋而去 当然他也是想要求表现 对 因为这个律师事务所有几百个律师 是 他只不过是个实习律师 因为如果被这个顶头的上司 注意到的时候 也许就有机会了 对他就过去抵挡那些要抗议的民众 攻击社长 然后呢 然后而且后来还被打到跌在地上 然后社长就赶快上车 然后就被叫车 然后就被开走 那社长有感动吗 社长就看到他 后来社长就跟他说 好 你那天表现得不错 就因为拯救社长 然后我现在派给你一个任务 如果你这个任务 你在三个月后 你可以让这个没人气动物园 变成超人气动物园 然后呢 业绩回升 我就把你升任为正式的律师 哇 拥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工作 那我想他一定是想办法 赶快去这个动物园 对的 而且不但是正式的律师 而且还会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 而且还可以加入这个 这个律师事务所里面最棒的那个小组 听起来不错 那等到他真正进入这间动物园 他看到的场景跟景象是什么 其实只剩下鹦鹉等等的小型动物 那其他动物去哪里了 都被卖掉了 因为这个动物园经营不善 然后已经欠了非常的多钱 然后现在被一个大船团收购 但是所以这个大船团现在就委托这个律师事务所 说你们帮我把这个 因为他现在已经没人气 然后我就卖就很烂的价钱 对 但是你三四个月后让他变得很热门 我就卖给其他的厂商的时候 我就其他人要收购的时候 我就价格就会提高 可是很难吧 当一间动物园只剩下 你说鹦鹉喔 那谁会去看啊 那种小小的动物 对对对 没有明星动物啦 对明星动物 狮子老虎全部都被卖掉了 就是被其他的地方就把他 那个债权人就把他拿走 然后卖掉 然后就可以多少抵一点债 那现在要想出什么样的办法 让动物园起死回胜 然后这位小律师就想尽办法说 我一定要成功啊 所以呢他就 因为现在只剩下前任的动物园园长 因为他是新任的嘛 然后前任的动物园园长还有兽医 然后兽医非常喜欢动物 而且他们本来要卖掉北极熊 可是北极熊 那只北极熊非常的凶恶 对 然后呢于是卖不掉 没有人要 然后那个兽医还在 然后兽医从小就来这个动物园 他就喜欢那个北极熊 然后他也要守护那个北极熊 所以兽医留下来 然后还有另外两个是年轻的员工 就他们四个人要维持这个动物园 那其他的员工 因为这里已经领不到钱 就只好去找别的工作 那他就剩下这四个员工 然后他本来想说 没关系啊 我们有钱我们买 可是现在受到动物保护的这种 就是你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动物 对 而且你要申请买动物 要说是教学用什么什么 然后还要上公文 然后怎样 很麻烦 然后申请要好几个月才会下来 那怎么办 缓不济急 所以呢他们想到什么妙招 这位从贫苦中茁壮的律师 就想到干脆我们自己来办动物好了 自己办动物 你说我办一只狮子 然后你办一只大象 类似这样子喔 大象没办法 那不会被人家看穿吗 因为他说没有人会怀疑动物园有假动物啊 哈哈 然后我们只要远一点 因为你知道我们跟动物的距离都很远 其实我们看不太清楚动物是怎样 然后而且他这里又给韩国这种很厉害的电影工业加了分 他就直接跑去找那个专门帮那个动物电影做特效的 电影做造型的 对然后那些人他说没问题啊 看你给多少钱 我什么动物都可以帮你做出来 你说帮你打造出那个动物的模型 然后人就穿进去 对对对 他说这很容易 那他们演了哪些动物 他们假扮哪些动物 就是树兰 树兰 然后狮子 树兰蛮轻松的 只要挂在那边就好 对对对对对 可是有时候他会觉得他掉下来 树兰然后狮子北极熊还有那个还有大猩猩 这么厉害都不会被人家发现 真的没有被发现啊 我的妈呀 因为都有一段的距离 不过韩国的这观众有点烂 有的有的那个来参观的居然还丢可乐 他丢进去啊 还叫北极熊说你来啊 然后广告里面某可乐公司的广告里面 不是那个北极熊会喝可乐吗 对 他们就一直丢可乐给他 然后刚开始就是 你至少可以勉强经营 而且就会来幼稚园啊 或者是阿嬷他们会来参观 可是最后人气还是不是很旺 是有人的 但还不是很旺 结果没想到呢 其中有一个他扮北极熊 因为他太渴了 对 结果呢 他就看没有人 然后有人丢可乐过来嘛 就是前面 没有 之前就丢在那里 然后那些人就走了 然后他就想说 反正现在也没人 我就偷喝 结果他偷喝的景象 被发现了 他拍起来 然后就放在网路上 会偷喝可乐的北极熊 这就有卖点了 对 结果就非常的热闹 当然呢 这最后也关系了 动物园能不能够生存下去 好 超人气动物园呢 到底可不可以存活下去 他能够拿到这个律师的一个 正式的工作吗 大家可以去进电影院 好 那最后给超人气动物园一个电影指数吧 伸张动物拳三颗星 嗯 好这礼拜新片还是非常多元的 我们特别设计一个单元 孤注一职大作战 就是想要了解 如果只有一部片的时间跟成本 那么到底阿德要推荐的是哪一部电影呢 嗯 这周有非常多坎承宁展的得奖电影 然后我推荐的是法国的电影《悲惨世界》 那他不但这次入围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 那也在坎承宁展得到了评审团大奖 那他以极为写实的手法 描述黑白种族冲突 以及在这些类似像平民区里面 这些少年跟儿童他们之间的教育问题 嗯 然后这是一部直接推荐给大家的电影 好抢救影片大多战要抢救一些即将下档的好片 如果不想人挤人去排新片 来救一下好片吧 关怀过法国的青少年之后 我们来关怀的是在哥伦比亚的失控少年兵团 然后这部电影呢描述八个 就是加入哥伦比亚游击队的训练的少年 那他们本来就是感情非常的要好 但是经历过一些状况之后 他们竟然要互相残杀 然后在与林互相追逐的场景啊 我觉得导演呃就是非常残酷的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我们所不了解的世界 嗯 也要提醒大家我们电影下就上瘾的节目播出时间 首播是调整到礼拜六的早上9点钟哦 那如果错过也没有关系 赶快到YouTube上面补进度 只要在YouTube上面搜寻电影下就上瘾这个瘾呢 是电影的瘾就可以了 也希望大家听完看完之后帮我们分享出去 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